嗨,大家好,我是修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了 想分享一些網上的帖 因為可能不是很多人看過 這個故事就是說 得知老公吸毒十餘年 我崩潰了 看看內文說些什麼 一刷牠上來就像惡夢一樣 希望這只是一個夢 4月幾天就突然間有警察上來 說他的丈夫 孩子的爸爸給罪名是販毒 我相信任何人看到都會很震驚 突然間有警察上門 就說你老公是販毒的 當然是很難接受 但是始終被抓了 他說他覺得是否一場誤會呢 隨著案件的調查 他漸漸知道了他不知道的真相 原來他的丈夫 一個平時木立小型的人 居然背著他吸了十幾年的毒 他說他不知道怎麼形容他的心情 那當然啦 一個十幾年吸毒的人 在你身邊你都不知道的話 那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對於他來說 那他寫了 那他已經崩潰了 在這裏寫了 直到旁人點醒他 就惡捕一下這些知識 那天氣不會再亮起來 眼淚不停地拆 那他就問網友 怎樣好呢 我應該跟他一起面對 還是放棄他 還是怎樣呢 這裏就這樣說了 有些留言就看一下 首先呢 有人就說 不信他吸毒十幾年 你不知道 還有呢 去到販毒呢 其實就要判死刑了 那 如果你想撇清關係 你堅持自己一無所知 或許可以撇清 那其實就是 免得連那個老婆 就是這個樓主 都會被牽涉在內 其實也是的 那 看看這裏 一邊看 那 販毒那裏是很高罪行 可能要死刑 在中國裏面 那 有人不相信他 十幾年吸毒 你不知道 那 他說侵蝕性都很高 那 那 再看下去下面 那 有些 他說 這個 都吸了十多年了 估計晚了 不做評論 這樣 這樣 這個都很特別 他說 而且 兵毒吸尿 性慾增強 大部分都會群P 傳染病 那些 所以呢 他就好心地叫這位樓主 去醫院做個檢查 這個故事就真是 本來是一個美好的生活 變成一個 一個生活上 已經斷了 可能 如果他老公是他的 家裡的 頂樑處 賺錢 那 就真的不用賺了 說到這樣 會不會 其實他老公也是為了家裡賺錢 才去做這件事情呢 那 不知道 這些事情 真的 不是說做就做 這些 真的做了回不了頭 這個人就勸他放棄了 他認識一些吸毒的 沒有一個可以戒得到 戒了一個吸 戒了一個戒 戒了一個戒 那 下半世也原曉 對吧 那 大家要知道 毒品真是害人不鮮 哪來的錢 不判死刑都是無奇 趁早走人 天啊好男人多的事 何必要一個欺騙你幾十年的人呢 更加不要想去改了 這樣 這個人這樣說 其實都是網上的人安慰你 就不會像平常那些鄰居那樣說好說話 因為不需要 你不認識他 對吧 說話比較現實 但是就 比較合理一點 吸毒的人 滿口謊言 沒得救 嗯 看看劉主怎麼回覆他 他說 我知道他在外面會亂來 那 其實他可能已經有群P了 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情況都 沒得救了 其實都 希望大家看看這個故事都知道 即是 吸毒 是會令你的家庭可以完結 千萬不要吸毒 是吧 看看 那 斷捨來 對 那 大家如果想看這個帖 可以在下面推介 那 歡迎你留下你的意見 那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都會給我看 我看 我看